第一屆香港超級聯賽會盃 決賽由李文對著傑智 兩隊第一場球分別是 李文贏標準流浪 傑智贏東方 開球1分7秒 基華利頓在左邊撇球進來 保女神避得很漂亮 傳在中間的安尼亞 實食無痴癌 這次擺出來漂亮 還未站定 轉頭又失第二球7分鐘 這下安尼亞做了個搏腳 給基華利頓 他衝行之後 剛剛碰巧 羅素想飆出來那一下 那就沒有了 失了位 也速度不夠 給基華利頓很輕鬆 在7分鐘射成2比0 但兩分鐘之後 米基爾接應 伊高沙特尼開出來的角球 就頂回追成1比2 他落點很漂亮 最重要是杜杜失了位 接著 又關伊高沙特尼士 傳過來中間 米基爾好像一早知道 明加索夫在左邊 一滑球避過了 阿浩 接著沒有越位 在14分鐘追成2比2 其實在臨願上半場之前 還有一個機會 羅伯特近射 就被肥丸撲到 上半場雙方打成2比2 平手 下半場 其中一個最威脅的攻門鏡頭 就是這個 菲蘭道去到招牌罰球 被肥丸救到 明加索夫殺進去 給回出來 伊高第一次射得不漂亮 接著 基爾頓射得還不漂亮 浪費了個機會 這裡明加索夫一個 帶了4個球員到他那裡 但是呢 這一下呢 伊高不用腳面抽 用掃把腳 浪費了個球 結果 賽事就以這個 要用12碼去分勝負 李文石先 第一個就射失了 就是安尼亞 射不中籠 接著到傑茲 米基爾很瀟灑地入了 保利神 搞定 其實李文之後4個都入了 伊高 這場表現很搶鏡 這一下呢 一按個球 硬到應一應 沒有足夠 道道 後衛來說 射術 無論是頭還是腳 都非常之不錯 菲蘭道 以下都沒有了 一掃 一跌落地 他就射另一邊 然後迪高 都處理得很好 沿到今場 投訴王 希爾頓 這球球射得很漂亮 捉到路也沒有用 然後蠟花靈 這球也很漂亮 但多漂亮也沒有用 最後 羅伯濤入了 搞定 12馬 傑志以5比4 擊敗了李文 捧了第一屆 超級聯賽會盃的冠軍 球員都很開心 亞軍獎金4萬元 傑志 冠軍獎金8萬元 恭喜傑志